没有那种差不多一般肚子的那种 这条也可以啊 我捡一捡的 一条 昨天在食物间里面 有个粉丝家人朋友说 要安排那个鱼头豆腐汤 那虽然说很喜欢哪一道菜啊 那这也要安排一下 既然想学没问题 马上给你安排 马上啊 所谓一头豆腐汤 不可能不放豆腐啊 是吧 来人这个 嫩豆腐 18岁的在这里 只有这几个了 就这几个吧 像是别嫩一点了 对18岁的 这个水淋淋的 看见没有 看见 嗯 我豆腐汤 还有个鱼尾 一买就买整条鱼 整条鱼三斤二连哈 32块哇 好 哎哎哎哎 虾尾叫我为你 万一拿鱼回来了 在车里面呢 是吧 准备安排叫鱼头豆腐汤啊 煮饭没有 刚回来 刚回来啊 煮饭没 煮三碗吧 还多啊 那你爸你妈 回来了人多了 你干啥 人多饭量大 鱼头豆腐汤的话 我觉得十分钟就搞定了 如果要它浓一点的话就 这时候我会弄 过来拆几个辣椒 给表弟 等一下 拿来煮鱼味 你看这个辣椒 一颗就叠了几颗 好长的这个辣椒 你看你看 这边也是 哎呀 给了好大哥 这个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不过人家种的辣椒好漂亮 好纸的 我种了这种辣椒 怎么那么丑啊 嘿嘿 像我一样丑 哈哈哈 还有这种白色的 你看 这种就比较辣一点 这种白的辣椒 但是现在这种白色的还 还起不了 怎么才几颗像蜂蜂蜴 咦 我真的发现了一个 好东西 哇 这种木耳 粪能吃吗 好大一朵 看到没有 在这里怎么会有木耳呢 说真的这种木耳到底是不是我们去市场买的那种啊 说真的我还没有还没有在野外自己采木耳吃过呢 我也不太清楚 一抓 意外收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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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看 你看 那里搞的木啊 就在椅团边那里啊 你看 大个木啊 这种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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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能吃吧 你来看 这种才好吃啊 这种太好看了不好吃 知道吗 我走 像我这样走 哈哈哈 最近下雨多了 你看 木耳都长出来了 泡水 泡完水再拿出来洗一下 等下吃完水把土化泡 两面都添了 腌好以后水点白就 肉腿 盖上锅盖 现在我们给它转到这个锅来煮 这个锅我们就拿来做鱼翁 盖上锅盖 这个盖子只是拿来盖而已 不是拿来压的 别搞错了 鱼尾给它煎一下 这个鱼刚下去的时候先不要动它 可能先进行了以后再动 反正鱼就不会烂了 烤好 锅盖 这个鱼尾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干煎了 生抽 有点水 有点白糖 有点高科技 这个鱼肉汤也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那个豆粿和粿放进去 再给它煮一下 那现在就调味就盐胡椒粉就可以了 别的都不用放了 保定 全一页了 出锅 你到吧 奶白奶白的看到没有 然后灵魂 鲜花香菜 吃饭了 我来喝 好鱼汤了吧 我把它拔 鱼头,豆腐 木耳汤 这个木耳好脆啊 新鲜木耳好吗 就是不一样 反正是跟市场买的那种不一样 脆脆的 口感都不一样 咋一下这个鱼汤啊 啊 好鲜 豆腐 这个鱼汤刚才表弟们也教你们了 煮鱼头汤 就是把这个汤煮的叫白白的 是挺鲜的了是吧 鱼头豆腐汤你学会了吗 每天跟着表弟学会做菜 好喝 特别鲜也不鲜 明天就出发南通了 明天中午一点多肉 记得带你们的专门证 这个衣服要带两套衣服 带那么多就 两三套吧 可能要去四五天吧 一套穿两天 你带三套的话可以穿六天 刚好又回来了 那我以为去了再买 去南东有什么特产 南东特产只有美女 上有天堂 下有南东 下有蘇航 那不是说 蘇航就是盛产美女 江南盛产美女 他们那边的特产就是美女 潮州 泡州 沙航 南东特产